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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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呢 我的爸爸很喜欢种花种草啊这样子的 栽种一些菜之类的 我想在2025年的时候 在中国给他买一套有地的一个有院子的一个房产 让爸爸呢可以就是说老年的生活很悠哉 然后种种花啊 娇娇 种种花花 草草这些 让他们过很悠闲的生活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 其实现在很惭愧没有做到 因为现在工作很忙 每天线上的会议非常非常的多 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一个星期想要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陪妈妈去楼下去散步一个小时 三天我希望可以做到 然后那孩子的部分 孩子的部分呢 孩子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 然后基本上孩子以前 我的小女儿四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经营爱多美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因为工作很繁忙 所以陪伴他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 那现在我希望就是说 现在每个月基本上我给孩子的 两个孩子的补习费大概是在一千块这样子左右 那我希望明年在2022年的一月开始 因为开学了 我的大女儿现在要上小六了 课业会比较紧张 然后需要更多的补习这样子 所以我会把我的补习费呢增加到两千块 然后让孩子可以有更多 有更好的教育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学习 当然学习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我希望他们可以找到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目标 然后一周呢保证就是说三天的孩子 三天我要陪伴孩子去入睡 因为两个孩子很黏我 所以希望可以三天有陪伴他入睡的时间陪伴听 跟他聊聊天啊讲讲故事啊这样子 然后每周呢周末带孩子去吃他们喜欢吃的餐厅 他们比较喜欢吃牛排啊 然后还有日本餐的sushi啊这些东西 所以每周都会陪伴他们去餐厅吃饭 那最近都是基本上都是去打包 这样打包回来 那每周还有就是每周呢去楼下散步 三次也是三次下楼陪伴他们去散步去玩 然后每天就是说有至少也是三次 可以就是说一个小时来专心陪伴他们 听他们讲他在学校的有趣的事情 还有陪伴他阅读 专注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啊非常的感恩 然后还有就是房子的部分 房子呢我目前在新加坡还没有房子啊 现在在租一套2800块钱每个月的公寓 那我在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在新加坡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啊 2022年的时候12月我想购买一套120平方的房子 价值在150万左右新币啊 位置呢要有附近最好要有一个公园呢 或者蓄水池之类的地方可以有地方可以去散步运动 然后呢2023年呢因为我们的总部在韩国 我希望就是说每一年都有三个月我是在韩国居住的 所以我也有一个梦想是2023年的时候在韩国买一个小公寓 也许会买两个房间了也有因为也有伙伴 大家一起去然后每年三个月时间是生活在韩国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上线老师们在一起三个月 真的想想都觉得好幸福好开心哦 然后2025年在新加坡买一个有地的房产 那这个房子的价值应该在500万左右 然后三层楼的房子 因为女儿很喜欢有楼梯这样子的房子三层的 这个是我在新加坡要去实现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大家拭目以待 然后还有事业团队事业这方面 目前呢我团队差不多有25位的自动销售大师 那我希望在2022年6月的时候 我倍增到50位的自动销售大师出来 然后在2022年6月的时候呢 至少出四位领袖俱乐部成员 然后第三个是2022年12月 我的目标是要上皇家大师 然后也希望就是说 这个是团队齐心合力的事业 我相信那个时候我们团队 无论各个级别的事业伙伴们 大家都会有一个飞跃性的成长 那爱多美事业在这个四年里 让我的人生从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圆 但是呢现在已经基本上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圆形了 只是现在差了一个房子的一个部分 那房子部分我买了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部分了 真的很感恩在经营爱多美 这个四年的时间里 它让我的人生越来越圆满 让我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女人 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让我有了一个无穷的力量 可以帮助更多人 可以在爱多美一起改变命运 大家也要把我们的人生规划写起来哦 这个人生规划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里写着你未来的人生 只要你敢写下来 你在爱多美就一定会实现 大家一起加油哦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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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